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找不到目标顿失生活重心吗? 走出人生困境的五个思考小建议 人生在世呢 你生活中难免就是会遇到一些 难以跨越的低潮或是难关 那此时你到底该用怎样的正面 积极的态度面对 那它能够影响你就是走出来的那个速度 今天就提供你五个快速走出低潮的思考小建议 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那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我要稍微聊一下 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间算是摊饭我非常的喜欢 叫做盖邦乳味 这间店以前我念世新的时候呢 我们学校后门那边有一间店 那那个时候就去特别喜欢吃 但后来因为我就是住家里附近就完全 真的是找不到这间店 在士林很像也没有 那有一天我就经过了盐三夜市 发现说盐三夜市竟然还有盖邦乳味 那我就稍微做了一下功课 我发现说它其实全台湾有65间的分店 但其实我真的很少看到这间店 那以前大学很爱吃 是因为身为学生你就是想要吃个饱 然后价格不要太贵 虽然乳味摊真的有时候乱卡是也会蛮贵的 但我个人有个小配方 就是你只要点一个什么王子面 或那种什么非油炸干拌面的面体 然后再随便点个青菜啊 什么豆干这些的 就是价格便宜又吃得很饱 而且他们的乳汁我觉得是蛮入味 而且辣椒很辣 这点我就给他一个加分 虽然他们家就是全台湾有很多分店 应该蛮多人吃过 但如果你真的没有吃过的话 也有经过我觉得可以尝尝 那通常他们的店面都是开在夜市市场 或是学校周遭 但前几年会像有看到有新闻媒体 在报道他们家有爆出一些争议啦 所以我对这间店呢 我就抱持着就是吃一种青春回忆 所以你没有吃过的话 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 那就再次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会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所以大家可以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好啦回到今天的主题 找不到目标 顿失生活重心吗 第一点就是 别想着 我为什么会沦落至此 你要去思考 你要如何去处理 跟应对这个困境 就是人生嘛 就是你不管何时 就是一定会遇到一些难题 不管你现在几岁 就是不要呆站在这个 然后受苦受难的现场 然后不断地填饰伤口 自怨自哀 就是你今天已经遇到这个问题了 不管这个问题出现在工作上 或是你们家里面的家庭问题 甚至还有感情 或是人际关系上 也会遇到一些磨难 就是遇到了 不要觉得 就是觉得说 我怎么会这么的不幸 我怎么会这么随 我就哀怨 就是怎么会沦落到这样的天地 就是只是在想说 我为什么人会这么的不幸运 然后跟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但你与其花这么多的时间 跟经历 在想着 这件事情为什么它会发生 你倒不如 去做一点实际的 比方说应对措施 或是你会不会有一些小改变 它可以去影响你的现况 跟让你不要再专注于这个问题上 就至少 你先跌倒了 那你就不要站在那边 说伤口很痛 我怎么会跌倒 在想这些没有 已经发生的事情 你应该至少去插个药 或者你就面对说 好那我应该学起来 这边可能路是不平的 那我下次经过要注意 或是我在家里面跌倒 那我之后那边就贴个什么 防护的海绵 就是你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这才是重点 那如果你能够怀抱这种 勇敢面对问题 跟找寻解决之道的心态呢 你这样思考 我怎么扭转这个局势 或至少让这个伤害降到最低 这个才能够真的帮你走出 这个问题跟走出这个难关 所以呢 第一点就是建议大家不要 就是只想着这个问题 跟啊我怎么会这么随 我怎么会沦落至此 而是要告诉自己 你现在已经跌脚了 或是你现在已经受苦受难了 就请去想说 我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现在好一点 或是擦个药 或是或至少赶快离开这个现场 而就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 找不到目标 顿失生活重心吗 第二个人生困境的思考小建议呢 就是二 学会说出你的感受跟需求 不要心里就是永远都觉得 啊算了 啊没关系 那就这样 就抱着这种心态 你知道人之所以会陷入所谓的困境呢 有时候并非是你线下遇到的这个问题 有多么棘手 或者它有多复杂难解 又可能是啊这个情势有没有多么艰难 也没有 有时候这个磨难会出现呢 有可能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内心设了障碍 你自我设障 就是自己困住自己的 你内心可能有那么一份放不下 或不甘心 或是就是自己束缚了你自己的脑袋 其实有时候明明这件事情 你如果转个弯 你看开一点 其实它完全影响不到你 但是你就是钻牛角尖 比方你就今天跟你的同事 在竞争某一个工作的项目 那有时候呢 你就会有那种自我贬低的心态 就是说他这么厉害 他一向都是老板的爱徒啊 啊我怎么可能赢得过他啊 算了 你就会抱持这种心态 就是说啊 反正我就是弱势的一方 我就是能力比别人弱 你就会自己给自己设了很多的障碍 那这个困境 其实有时候你去努力的争取 说不定你也可以拿到同样的机会 但你有可能每次遇到这种状况 你就觉得说啊算了 我不想争 那就这样子吧 就是你知道 心里可能有那个 就是自己的纠结 也或是你的个性本身就是比较讨好型人格 你遇到你的朋友你的亲友 或是你的另一半 你就是会觉得说啊 就是他开心就好 他喜欢就好 那你内心其实你就会有个纠结 就是你明明就是不开心啊 但你就是不敢讲出你的需求 不敢讲出你真实的感受 那自己暗自的伤心伤神这样子 那说实在的 如果你能够告诉自己 我不想当圣人 我不想当所谓的玩人 我不想当大家所谓眼中的好人 就是你要适时的挑明 去讲出你内心的真实感受跟需求 不要总是不好意思 然后就是算了 我会觉得说啊 我反正我赢不了 就是自己看扁自己 那这种状况呢 比起就是按字消化 按字忍让 按字就是呢 做点字符 有时候你这边一讲了 你那个东西就打开了 你的眼界 或是你那个心魔 就此就了结掉了 而就第二个 学会说出你的感受跟需求 不要想着说啊 算了 接下来第三点关于说 遇到找不到目标 顿失生活重心 你的思考小建议呢 就是三 你得先尝试做出一点改变 才有可能遇到下一个美好 你知道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你想要走过所谓的低潮或困境呢 你得先从现在开始 做出一点小改变 不管这个问题是 它来自于哪里 可能是工作上面的一个任务 然后你可能觉得说 天啊 真的有点困难 什么之类的 你就是被他打倒了 或是生活中你的亲友跟你就是处不来 人际关系里面有吵架 然后他要在绝交 这些东西可能就让你觉得 就是很无力 然后没有方向 突然就是跌入低谷里面 但你就是得要做一点小改变 他才有可能往一个方向走 你如果永远都站在原地 你就是不可能找到新的路子跟走到你要去的那个目的地 所以呢 你要解决问题的话 你就是得要先做出一点改变跟尝试 遇到难关 你不要永远都是两手一摊 就说算了放弃 我什么都不想做了 我就自暴自弃 我就贪乱在现在这个地方 然后自生自灭 就这种极端的心态呢 有可能就让原本只是个单一问题 原本只是一个人际关系很小的 你跟这个朋友就是处不来 那最多只是不要联络 暂时就是把这关系稍微放冷一下 但你有可能就是你不跟他联络就算 别人想要来安慰你 或是你的亲友想要来问你的时候 你也都不想要跟别人联系 就让你整个所谓的人际关系网络全部都断了 那这就是所谓演变到无法收拾的重大危机 所以就请你今天如果想要走出第一场 你就是要先做出一点改变 做出一点尝试 才有可能真的可以扭转推势 或是遇到下一个美好 而这就第三点 接下来第四点关系说 找不到目标顿失生活重心吗 第四个思考的小建议呢 就是找到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哪怕再小都值得尝试 延续上一点 有时候呢 你这个改变不一定单纯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有时候呢 你要走过这个所谓的人身低谷的方式呢 它不可能有捷径 是你得要一开始 先迈出那艰辛的第一步 然后开始走 你才有可能真的走出这个困境 走到你的目的地去 它不可能是一处可及的 所以任何的转机跟活路呢 它都是从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 小作为 小改变开始执行起的 你不可能 你今天就跌倒了 那你下一个就是 我现在投资一百万 我今天就是要大翻身 就是告诉自己说 一定要立马的 然后众生而跳这样子 不可能 通常这种小改变 就是从 你本来就是现在 在家里颓废 躺了好几天 你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起床 先去洗个头吧 先自己煮一顿吃的吧 所以呢 第四点就是建议大家 先去做一点 让你自己开心的事情 比方说你就是一个 喜欢吃甜食的人 那你现在遇到一个困境 你就是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 什么事情都没有头绪 没有方向 都不想做 那至少告诉自己说 那好 我去买个蛋糕来吃 或去吃一个 我喜欢吃的美食 或者去购物 或者找一个朋友出来 聊聊天 或者去出游 就藉由执行这些 小生活细碎的东西的过程之中呢 你能够一点一滴的 慢慢找回你自己 然后建立一点自信 就像是你本来就是一个自信已经归零 你就是打趴在地很颓废 但当你就是去浇个花 煮一个菜出来 你就觉得说 很像还是蛮不错的 自己也像还是蛮有才华的 很像自己也像还是蛮有创造力的 那从中一点一滴 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只有第四点 因为那个自信建立起来 做什么事情就会顺呢 现在第五点就关于说 找不到目标 顿失 生活 重心吗 第五个思考的小建议呢 就是五 事实的寻求协助 跟意见 你便能够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这一点有点牢掉 重弹 就是你今天遇到问题 如果你自己就坐在家里 然后躺在床上 就是想破头 想不出任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不妨 你就是不耻下问 就是寻求你身旁亲朋好友的意见啊 或是直接请求协助 有时候你真的就是 会掉到那个死胡同里面 就是绕不出来 你这个思绪 那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同事 随便告诉你一个路子 你就会觉得说 对耶 这个点子 我好像从来没有思考过 会它就会让你毛色顿开 所以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之中呢 你可能就会被点醒 或者就发现一些 这中间的逻辑盲点 它就会解决你长久 无法跳脱的困境或难题 而且在跟别人讲这个 那心事 讲这个困扰的时候呢 你内心这个忧虑跟困境 有可能就随着 你讲出来的过程之中 你会获得解答或帮助 如果真的 也没有获得所有的解答或帮助 那至少你的情绪是得以抒发 那你在讲 在论述的过程之中呢 你会把这个东西 诶 理得更清楚 说不定 在你在讲的过程中 你突然发现说 诶对耶 我在讲的过程中 我已经自己默默 已经找到了答案 而这就是 能够有助于 快速走出难关的一个 算是小协助 二周第五点 好了 今天就是以简单的五点 来聊聊 关于说 找不到目标 顿失 生活重心吗 五个走出人生困境的思考 小建议 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听完这一集 如果你觉得 蛮实用的 或是你有什么心得的话 都欢迎到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来跟我聊聊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会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叫IG 其实你应该 私讯跟我联系 好了 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呢